各位聽眾,以下是天德道學教員系統的第三講,逆學。 很多人講起逆學,覺得很神秘,也覺得很難懂。 其實中華文化的根源就是逆學。 我們用圖像文字學作為文化再看, 綜合性就是逆經來的。 講到中華文化的特別的地方,為什麼會成長呢? 就配合了象形文字,逆道的哲學思想,成為了文化的傳承。 這個主族形成之後,延伸到先秦諸子唐代的印度佛學,宋明理學,直至到明朝西方的學問進入中國之後,才開始有所大的改變。 中華文化隨著國家力量的下降,而被忽視。 但其實亦經民意再度,或者它是群經之首,所有的十三經,這個位置,從未動搖過。 因為它是中國文化的根源,整體觀。 雖然,雖然有些人講,液經,我們所看到的液經,並非最原始的,是經過所謂改良,修訂等等。 但是其實呢,現在我們的液學,是一個主族的學問,或者是一個根本的學問,是無容置疑的了。 液經的來源,在周禮春觀大福樹講,掌三逆之法,一若連山,二若歸狀,三若周逆, 其經掌八,其別隆之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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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很清楚說,原來液經的演變,是有三次重大的改進。 一開始的時候,叫做連山,相傳就是復禧士,或者神龍士,這些族群,或者這邊的智者, 尤長,他們所創,大概成縮在夏朝。去到軒元皇帝的時候,有所謂歸狀翼, 去到周文皇的時候,就有所謂歸狀,因為相傳是周文皇所創,所以就是周逆。 現在我們通常所講的逆經,就是周逆的版本,然後由孔子刪定編輯的。 三種不同的逆經,當然有發展關聯性。 年山以近掛為首,講到將山之出雲連連不絕。 歸狀以坤掛為首,講到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 至於周逆呢,就是以拳掛為首,言逆道周普,無所不備。 其實,三逆的前後推演,據一些學者的考究,正正就是社會的發展,政治制度的改良。 你可以看到逆經裏面有一些解說,或者掛著,其實就是當時的戰爭,社會的情況,或者政權的改變,各種現象的歸納。 所以,從歷史發展來講,歸納了更多歷史的事實現象,而成為一個總結。 義經,譯經一樣。 recht exactly,歸納,也是用圖像文字,作為文化的載體, 使得呢,可以有一個特殊的表演。 談到已經我們再看看,現在講的規律與智慧開發, 是一種特別的思維,或者現代的思維。 量子力學的創始人波爾,他曾經承認是受逆學的影響,相當之深。 他提出互補原理的智慧,其實就在逆經的啟發而來。 因為太極、陰陽如的徒刑,和大腦是相似的。 就是大腦的左右腦,腦的活動,就在旋轉狀態當中,運作狀態當中。 表現了人類的形象思維,和抽象思維,是互相交織,互補長短。 在交合之間,就產生了靈感和高級的思維。 亦都可以稱為螺旋式向上思維,或者稱為一個波浪式的前進。 但是這一點,就足以令人類開拓了新的思維空間。 例如,人類的遺傳基因DNA,就是有這種情況,是螺旋性的前進發展。 在逆經裡面,其實逆這個字,只是佔了87次。 很多人說逆經很難,但是我介紹一個方法給大家, 我們應該從最淺最簡單去看逆經。 就是一劃開天,因為一劃是代表了陽,除了代表了陽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的意義打開了。 因為,可以分為上下,那條線的上面,就是上,可以說是天,可以說是外在, 下面的地,就是代表了內,代表了環境資源。 內部除了,我們一般講個人的內部之外, 其實還代表了什麼? 代表了管理,團體內部的管理法則, 人力的培養,分配,選然舉能等等,這些都是內部一些的問題。 而一劃開天,當你一劃了之後,我簡單累積了,大概有39種意思。 我在這裡,只能夠略略講其中的一部分意思。 一,大家都知道是數量,是數量量化的開始。 一,之前,大家在數學上都知道是零, 零這個概念是很特殊的,是很後期, 人類再想通了所謂零,都是一個數量。 一開始的時候,一是正數向前, 然後二是三,都是數量開始。 一亦可以是道,或者天的表達。 因為一劃開天的意思就是,天地打開了。 這個道開始運行了。 道德經所講,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道生一。 即是一和道是黏著這樣,是產生。 或者可以稱為道的概念,打開了一。 於是,有一才顯示有道。 一開始就產生了多數。 我們人很奇妙, 如果你說一,未必會用手指來表示。 很多時候會用食指來表示。 你看看小朋友,轉手指,我們算是食指食指。 這個可以解釋為,人類如果第一樣東西不吃飽, 是不可能生存的。 所以,為何用一來開始,是說食指呢? 一是生生之道。 沒有一,就產生不到其他東西。 所以,在哲學上來說,這個生生之道, 必須要有一個開始。 第五點,我們提過了,一是天。 上高是天,下低是地。 分開了天地,分開了上下。 那大陸,那大陸是甚麼? 這一劃就是人。 天地中間,代表了人。 人的存在,就由出生成長到老, 最後完結。 這一劃是有中指的。 緣呢? 緣呢? 反而是沒有中指,因為緣可以回頭。 去回起點。 但是,一起有中指。 所以,人的生命是有中指。 所以,我們這一劃,可以說代表自己。 代表了承擔。 承擔了我們生命的責任、行為。 如果,我們用一個數學,或者是宇宙學來講, 一就突破了0。 打破了0,才可以打開宇宙。 第九點, 如果我們講,宇宙是沒有東西的。 從沒有開始。 它的開始是甚麼? 開始就是一點。 所以,有些研究宇宙起源論的科學家, 就提出,所謂大爆炸的理論, 就是從一點開始,爆炸開始出來。 有幾句說話,我們可以研究一下。 一輪爆發成三界,兩而分辟,殿五行。 前不知其前,後不知其後。 這幾句說話,是講了宇宙的生成, 是由蕭昌明、大宗司的經典裡面引發出來的。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曾經說過,宇宙好像一個蛋一樣, 一個巨型的點,然後爆發出來。 一,也可以說是萬物。為什麼? 因為萬物是一體的。天下萬物,都是同一個形成的, 具體之下,一起活動、生長。 所以萬物同體,或者天下同體, 這是一個寬樂的眼光。 第十一點,講到一是開創了兩二。 剛才講了,一生二,二生三。 當二的時候,就成為兩二陰陽。 陰陽很有趣,既相對,又相生。 相對,亦可以說相黑。 兩東西不同的,當然是對立的。 但不然,如果你處理得好,兩東西放在一起, 反而會生到第三樣東西。 這就已經有啟示給我們的奧妙。 例如,男同女,如果是開心、戀愛、結合。 就會產生下一代,生嬰兒。 這就是我們所講的,生生不息。 一畫開天,上面是北,下面是南。 我們的右手邊,就是東,左手邊是西。 分了四方。 這就是非常之重要的,一畫開天的含意。 跟著我們講,逆經的三大竅門。 像素理,就是逆經的三大竅門。 可以令你明白,逆學的系統結構。 孔子說,聖人立仗以盡意, 切掛以盡情藝, 逆詞以盡其言, 便宜通知以盡利, 古而武之以盡神。 說過也提到, 適者聖人之作易也, 將以順聖命之理, 是以立天之道若陰與陽, 立地之道若柔與剛, 立人之道若人與二, 兼三才而兩之, 故亦陸惑而成, 張。 這裡很清楚講, 我們怎樣入手去學逆經。 當一畫開天之後, 我們要分出三大類的東西, 我們入門, 看一個形象, 觀感、感覺, 這種自然的形象, 因為自然, 所以人有相同的感覺。 數就是邏輯, 秩序, 一、二、三、四、五。 人類定了數的次序, 我們便可以接下來學習, 理就是一切的理論, 所以, 我們如果從這三方面慢慢去學習的時候, 就明白到, 易經在講什麼呢? 剛才提到, 天道、地道、人道, 分了三層之後, 天道是陰與陽, 即是天有時陰有時陽, 陽就是太陽出來, 日頭, 陰可以說是夜晚, 但陰與陽是什麼呢? 是循環不適的, 亦都可以說是有數得計, 為什麽呢? 因為冬至呢, 就是陰最長, 但是冬至開始, 就重新, 陽的白天, 會慢慢帶上來, 春分秋分, 陰陽各本, 這些就是天之道, 很多人都知道, 太陽對人的生活, 或者健康, 有直接影響, 曬太陽可以產生維他命D, 亦都, 月亮, 一般我們可以叫太陽, 對人的脾氣性格, 亦都有影響, 因為月亮, 滿月的時候, 十五的時候, 潮池就高了, 某些人就很脾氣, 某些人就極端不要脾氣, 地又怎麽呢? 地就柔與剛, 地的柔呢? 可以說有水, 水是自由之物, 在於地, 石頭是最硬的, 在剛柔之間, 這些各種的物質, 我們怎樣運用呢? 在人道又如何呢? 人道正常來講, 就是人與義, 人的簡單解釋就是人愛的人, 人有愛心, 這種是內心來的, 內在的, 義就不是, 義一種行為, 合義之事, 路見不平, 那些合事就要拔刀相助, 一個內一個外, 人的內外的行為, 心態思想模式, 決定了一個人的現在和未來, 過往的東西已經定了, 沒有法則更改, 但可以決定現在, 你見到一件事不妥當, 你怎樣處理呢? 在信息之間, 你作出一個判斷, 處理了這個行為, 就會影響到將來, 在天道、地道、人道這三大範疇當中, 我們怎樣去處理呢? 也都是三個大的竅門, 學習是將數理, 看事物解決, 天道、地道、人道, 這些都是, 我們基礎的, 一些竅門的學習, 數, 我們再深密說說數, 一般認為, 逆經就是述數, 看風水, 計算方位, 這個其實呢, 是一個, 太過合責了, 數是一種邏輯的訓練來的, 我們講的二進制, 電腦的二進制, 就是, 德國科學家, 萊布尼茲, 看到, 那個逆經的圖, 然後, 上到原來陰陽, 就是二進制來的, 這個排列, 從陰陽開始, 兩個變成八卦, 再變成六十四卦, 這種排列的方陣, 或者舉陣的形式, 有緣有四方, 是現代我們數學呢, 加以利用的, 就不是簡單, 我們, 看一下風水呀, 看一下個方位呀, 那麼簡單, 有很多朋友, 問我, 究竟, 有沒有風水這件事呢? 當然是, 是有的, 這是環境學, 但是我們, 如果進一步, 擴大一點去看看, 其實, 我們地球, 不單止受附近的環境影響, 不是說, 隔壁種棵樹呀, 隔壁開個祠堂呀, 整個井呀, 這樣就, 一定發財, 不是的, 我們除了受附近的環境空間影響, 剛才說, 是受天道, 地道, 地道, 人道, 其他東西都影響著我們, 還有我們講的, 整個宇宙, 星球呢, 金木水火土的行星呢, 等等, 都會影響著我們, 所以, 我們不要只看個, 數是這麼小的範圍, 我們應該是多些, 真正了解, 易經的道理, 很簡單, 易經最簡單的, 數學道理就是, 正反, 變成一個合, 在正反合這個邏輯, 可以說是數, 亦都是理, 當中, 我們找出, 原來所有東西, 作為正面的, 來看, 就必定有反面的, 另一種思維, 在正反兩面對立之下, 其實可以, 找出一個, 合的地方, 正反合思維, 是一個基本的, 數理邏輯, 相反, 我們的時空位, 就更加, 重要了, 在什麼時間, 做什麼呢, 在什麼空間, 你要做些什麼呢, 你在什麼位置, 做些什麼呢, 這個是截然不同的, 我們要, 學清楚, 想清楚, 易經教我們, 在什麼時間, 做些什麼事, 這是一個很基本的, 形式決策, 所以我們用, 拳掛, 第一掛來做比喻的時候, 用一個龍來做比喻的時候, 初九, 在初初的時間, 第一個時間, 是潛龍, 九二, 是燕龍, 九三, 是剔龍, 即是自己, 剔麗自己, 自麗自免, 九四, 是躍龍, 九五, 是飛龍, 九五, 上九呢, 是抗龍, 飛龍, 九五, 就是我們講的, 九五之尊, 是個位置最好的了, 這個就是我們, 一般講的, 易經的龍文化, 影響著我們, 中國人的文化的背景, 很多人, 學習易經, 也都知道了, 有講五行, 易經, 其實這個五行的, 套入去易經, 是在稍後的時間, 尚書雄泛提到, 五行, 一曰水, 二曰火, 三曰木, 四曰金, 五曰土, 水曰潤下, 火曰炎上, 木曰曲直, 金曰蟲甲, 土援駕長, 潤下作咸, 炎上作虎, 曲直作孫, 重甲作身, 駕長作金。 當中也講了, 所謂五行的類比, 五行可以套入去方位, 各種的甜酸苦辣, 味道等等, 很多人認為, 事實上, 有什麼理由這樣? 我們學習, 易學的基本的時候, 就要明白到, 其實世界上很多東西, 是有相同的方程式, 相似的規律, 為什麼會有相似規律? 因為我們是同一天空下, 我們都同在地球這個範圍, 太陽系裏面, 生存活動的事物, 既然是這樣, 就要受這個地球規律的限制。 因此, 中國人, 體會到, 人, 比較特別一些, 在天地中間, 剛才講了, 但是, 人, 亦都不離天地。 所謂, 天為一大天, 人為一小天, 原來人的身體裏面, 就好像一個小宇宙那樣, 什麼都有齊, 包括我們的河流, 即是血管。 我們有火, 心臟, 我們有水, 神, 就好像地球的運作, 自然運作一樣, 既然如此, 即是我們不用在外面, 尋求這麼廣闊的宇宙定律, 我們反過來, 在身體的內部, 尋求一些的規律, 這些規律等同於宇宙規律。 這樣來操作, 我們可以知道生長, 知道疾病, 知道有了疾病, 怎樣醫治。 我們略略提一提, 所謂五行的類比, 依著這個排列, 五行呢, 就是木、火、土、金、水, 五色, 就是青、 赤、黃、白、黑, 青色配木, 赤色配火, 配藍, 黃色配土, 配中央, 白色配金, 配西, 黑色入水, 屬北, 這些就是五行的類比, 後來也有部分演變成為器工, 中醫, 也所謂風水學, 環境學, 這些情況, 為什麼也有被人稱為預測學呢? 就是因為, 在類比之下, 原來發現很多活動規則相似, 所以, 它就能夠推算, 預測到, 咦, 這個情況, 將會是怎樣呢? 所以, 我們說, 認識了五行之後, 就要明白, 它那個所謂雙生雙克的道理, 雙生, 很簡單, 木, 生火, 木, 就可以點著, 出火, 火, 火, 就生土, 火化, 就變灰, 就變了灰土, 土裏面有金, 金, 溶解了, 就變成流質的水, 形態, 水, 就可以令到樹木生長, 這個就是生, 黑就對相反, 水就黑火, 火, 火就是黑金, 火可以用金, 金就是黑木, 用金屬來, 可以傷害木, 木, 就可以黑土, 土就是黑水, 我們知道原來萬事萬物, 肯定沒有絕對的好, 也沒有絕對的壞, 什麽叫壞, 什麽叫好呢? 其實就是對於自己的利益來講, 或者影響來講, 對於自己有益的便好, 對於自己有害的便壞, 在這樣當中, 我們又要平衡它, 如果某件事太多, 實在不好, 我們就要減少它, 用什麽減少呢? 可能用其他方法, 譬如我們說, 火太多, 我們就要用水, 去平衡它, 在雙生雙黑這個道理當中, 其實是相當之重要, 我們一定要了解到, 那個事物, 才可以明白它的演進, 最後要講一句很簡單的, 五行雙生雙黑, 亦是循環不適, 但是事物, 因爲是循環, 所以有句說話大家記住, 物極必反, 每一樣東西去到盡的時候, 就會到彎頭, 變成了一樣東西, 好東西去到盡, 都會變壞, 就是這樣解, 所以, 陽去到盡會變陰, 陰去到盡也都會變弱, 我們行水運的時候, 去到盡, 其實一定會有好運, 所以當你有不妥當的時候, 環境就是願不好的時候, 你快點去準備好你自己, 準備下一次的高潮來臨, 令你可以有發揮的機會。 多謝聽眾的收聽, 再見。